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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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岁是什么 每年有一个太岁神 太岁神是整个这一年里的神的总督 他统领所有的神 维护着一个人间正道的正常的运转 太岁不是你们害怕的那个太岁 说我不要拜太岁 太岁要害我 我要拜太岁 太岁才保护我 No 为什么你今年犯太岁 冲太岁 行太岁 害太岁 是因为你出生那一年的地支 地支跟太岁的这一年的岁神的地支 就是有行 冲 害 犯这样的一个五行 相生相克的关系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尤其需要这一年的 诸神总统 总督去护佑你 提醒他的帮忙 化解这个行冲克汉 行冲克汉来自哪里 不是太岁给你的 现在要搞清楚 很多人是太岁这么坏蛋 让我流血 让我不顺 然后我不顺 你错了 他是帮助你的那个神灵 是因为你出生的那一天 那一年 太岁是按照年太岁来算的 出生那一年的地支决定着 你今年跟天体 星体的时空场会发生对冲 会形成克害你 所以需要太岁神来保护你 他是护佑你不发生事的那个神灵 不是让你倒霉的那个神灵 这个大家要清楚 所以是寒运时序总成岁光 也就是这一年你是否成光 要他的保护 如果没有他的保护 只是你自己去做 如果你有形成害犯就很难 没有他的保护 有他的保护 总成岁光 这一年只见功德 不见血灾之光 希望纠正大家对太岁的恐惧 所以我们在拜太岁的时候 不是恐惧太岁 太岁爷 你不要让我有灾祸 希望你不要害我 完蛋了 这不是在拜太岁 你在得罪太岁 因为太岁根本就不是这个角色 懂不懂 你这是拜我还是诅咒我 把我当邪神在这说了 不行 你要转变善念 哇 你是诸身总督 希望你这一生 这一年保佑我 岁岁平安 所有的灾祸都躲过 叫躲心 躲灾 懂不懂 只有你才能保护我 坚定的信他是一个证的 不是他害你的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年初拜太岁 还有年末泄太岁的过程 有的人说老师我去年没有拜太岁 我现在要不要谢太岁 你说呢 老师刚才讲了要感恩啊 你为什么不谢下他 让我今年没有什么坏事发生啊 因为每年不是你行冲犯害的人 人才需要拜太岁 你没睡的人要不要拜啊 要不要拜啊 要拜啊 他是这一年的祸福总管啊 怎么为什么非得那么 洛里巴索的去算是不是啊 所以我老人家就每年都拜 你记住 谢太岁是感恩的 没饭 没拜 也要谢啊 也要谢啊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谢太岁 拜太岁 不是只有四种属相的人 这四种属相尤其要拜 更要重视拜 不是四种属相的 也要拜拜 拜拜